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环境就是你变成警察有个执法很为难 今天上午少年跟他的母亲去家务病房那边当然他进不去啊 就是说待在外面跪了半个钟头没有用了啦 他即使就回来我看这辈子也是很那个的 很不好够啊 就只为了你要骑个快车 那其实新北市还蛮严重的 像我几乎一个礼拜喔 因为我都看书看到很晚 看到有时候都看到天快亮 新北市像我们住的那个巷子喔 那种晚上在飙车都非常厉害 你知道都飙车乱按喇叭 一个礼拜碰到两三次耶 现在很严重 尤其暑假期间 非常严重 啊为什么 青少年 他觉得这样很爽啊 我半夜我就摩托骑了 或者开快车 也有开车的喔 那种速度你看八九十以上 巷子怎么开八九十 他认为凌晨啊 那你装到人以后怎么 来下跪没有用的 我觉得很多家长自己要看 你小孩半夜跑出去 偷开你的车 或者偷偷去飙车 因为现在人命都不太值钱啦 我讲有时候看这东西看得很难够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最难够就是 三个党的人通通被押了 通通被押了 那被押了怎么办 被押了你可以看到 最糗的是 苏嘉田的侄子苏正清 因为前阵子才在强调他们家族都清白 那现在他收了钱最多两千万 最糗的 他是里面最有名的 对不对 那国民党有两个 国民党 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的陈超平 廖国栋 今天被收押被那个的我通通认识 各位小董我通通认识 国民党廖国栋原住民 陈超平是苗栗的 那陈超平早年他是民进党的 民党嫌疾 他议员出身 他人其实也不错 跟我们也不错 但是其实他们底下在干什么事情 很多人未必知道 那赵正宜 赵正宜过去是跟孙大天 后来呢 后来就是 去当县议员 县议员 县议员险上了 有五年前 用五党籍身份 在民进党支持 民党不提名 然后打败了孙大天 赢了七百多票 有人说去验票 孙大天说不要 因为做的有些非心 为什么非心 因为他底下很多社团都跟 办活动都跟立法委员要钱 所以大家会说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们 他们就改头赵正宜 其实现在在台湾当民意代表 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 那民意代表大家去哪钱 那钱为什么 我今天哪个社团 我哪个礼我在办活动 委员送点东西给我们猫材 那你怎么办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只好跟企业拿 其实台湾的环境都是这样 你看你地方的社区 或者你的礼 一个礼有好几个社区 每个社区中秋节办活动 委员送个东西 你敢不送吗 我随便写一封 用我这个什么协会的名义 给你一封函 我也不认识你 我们这个社区办活动 送个东西来摸柴吧 那你怎么办 不送 我们有给他函他理都不理 送了 以后什么节都要 其实台湾的选举 其实老百姓要负最大责任 那台湾呢 因为老百姓一向是 不要脸天下无敌嘛 多数的老百姓 我讲就是这样 他就不拿白木拿 我出一张函给你 你会给不可 你没给人家 别人有给 这是立委 议员 县市长呢 县市长呢 你都要给啊 你不给我们就 会上说 我们有给谁公安 他不给我们 然后大家下面就去 以后不要投他 你看台湾人 是不是不要脸到天下无敌 垃圾嘛 台湾的显民 都数是垃圾 是不是 你看嘛 我讲是不是这种情况 各位朋友 你在地方社区参加活动 是不是一向是这样 你有本事 你要自己掏腰包啊 各位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老百姓去勒索民意代表 然后民意代表 再去跟厂商要 那 你干这种民意代表要不要干 要干啊 我就跟 我钱民意压力很大啊 所以你给我两千万 我哪一千万去摆平老百姓啊 我跟你讲 这种都是恶性循环啊 苏贞卿市里面最恶劣 苏贞卿恶劣到什么地步 什么都要 吃铜吃铁啊 他们苏贾 人家讲他还不爽啊 有个姓黄的民众啊 2018年 他就谁了 你们苏贾就这样干了 这个家族 摊到了最新境界 这个黄姓民众 就被苏贾田他们家族告了 苏贾田那时候刚好在日本 因为他那时候是立法院长 还特地跑回来出庭 要控告这个民众 说你 怎么可以骂我们家人这样 后来呢 后来法院判这个民众输 要赔十万 他就不敢提提上 他就不敢上诉啊 结果就赔了十万 这个民众 昨天有记者一直要找他 所以你来接受访问 因为你讲的都对啊 苏正清就这样干啊 不要我不要再接受访问了 麻烦了 各位朋友 所以台湾就是这样的环境啊 那苏贾田喔 那苏贾田喔 其实你看他实际的总统的秘书长 他非常周到的人啊 蔡英文 当 还在野的时候 苏贾田是他的秘书长 蔡英文只相信他的话 所以蔡英文很感动啊 2011年 民国101年啊 那时候选总统 就 找他搭档 来挑战马昂九 跟吴敦离这个组合啊 大家记得那一场选战 打得非常辛苦 马昂九赢了八十万票啊 那苏贾田那时候被爆出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后来蔡英文继续提拔他 上届当立法院长 现在当总统秘书长 可见他受了宠信啊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嘛 我上次选总统 找你搭档 结果 每天都是你的新闻 你们家族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有星期可以听小董 我小 小董大概一个月前我在节目上讲过 书家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如何 我如何指派记者下去怎么去 跟他们缠斗 如何找邱毅 然后 还有林瑞圖的帮忙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几正的资料 通通是真实的 从政府机关 从我们自己拍的照 屏东的记者调不动 说很忙 没有空 我必须每天 派自己的助理 坐第一班的高铁 从台北 坐第一班高铁到左营 再转车去屏东 当地去调 调资料 调什么资料 空照图 现场拍照 问附近邻居 然后下午一点左右 赶快赶回来 我每天要干这种事情 你看我们地方有记者 民进党执政 地方记者 都被他们说编了 我政府编钱 我给你报社 登两个什么地方的广告 平常请你们吃吃饭 送点什么 溫钱 旅游 休假的什么欠 这个是跟厂商要来给你的 各位我真的讲就是这样 你知道台湾的政治坏就坏在这里 我刚讲的 记者搞他的 名利代表搞他的 民众 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会 搞他们了 大家都在搞钱 你知道吗 台湾是个鬼岛 鬼到不得了 每个人都在搞钱 嘴巴在讲漂亮 我们最透气贪污 台湾老百姓 嘴巴讲透气贪污 那是最不要脸的讲法 垃圾嘛 台湾哪一个贪污被脱去 有一个刚死掉了 很多人讲他是黑金家户 你们怎么不敢骂 大家都在歌功颂德 民主家户 我三个礼拜我忍不住 讲了几件他 其实不止这样 这人是彻底让人家看不起的 对不对 大家来讲嘛 一辈子只跟公务员 跟公立大学教授 有可能买那么多房子吗 这个用 不要用想就知道了嘛 民进党是最垃圾的政党 不要脸的政党 你知道吗 在李登辉在国民党执政这12年 民进党每天骂他是黑金教主 骂得很难听 所以国民党那些党产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国民党那时候骂的 国民党党产那时候很多 谁弄的李登辉啊 刘太英啊 所以民党每天骂他黑金教主 国民党用他党产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脸怎么样每天骂 等李登辉支持连战 连战落选 陈水扁当下以后 李登辉去搞台联 民进党每天歌颂他 民主教父 同样一个人耶 民进党是一群垃圾组成的下山烂党啊 同样一个人 你要看一个人最主要要看什么 看他执政的时候啊 做了哪些事情啊 再也讲东讲西讲自己人格都高超 那些都没有用啦 你执政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嘛 你执政是有人力去做的啊 李登辉有没有去做 所以 他 他是民主先生 他哪一样民主 他的民主是黑金啊 曼德拉他会买 艾斯特拉达 菲律宾的总统他会买 我上个礼拜五讲啊 各位朋友去看 这个叫民主吗 现在欧盟跟美国现在是歌颂他 是为什么 是因为要打中共 李登辉是连共产党都骗了 他派人去找共产党谈判耶 今天如果是马上就去 请问民党会怎么讲 民党这种下山烂的垃圾 不要脸垃圾党 你会怎么讲 李登辉会派苏之城去 偷偷了 去了27次耶 被新党的义木铭发现 还一直火烂 说没有没有 后来照片 十几年以后照片出现了 才发现说 哇原来义木铭 讲的都是对的 我讲啊 各位朋友 今天民党最要不得就是 李登辉跟他们一起搞台独 他就开始歌颂 民主先生 民进党跟李登辉 都是让人瞧不起的黑金 民党黑金那不得了 不是吗 台湾怎么会偷气贪污呢 民进党 说青年勤政爱乡土 不要脸 吃铜吃铁吃正虎 疫情垃圾我老实讲 大家看得很清楚 每一件都是真的 所以你今天看这些人 有恃无恐啊 我告诉你 你说这些人都被 都被押了 都被找人 有被押吗 陈唐山有被押吗 陈唐山最大咖啊 陈唐山为了要替收口官说 跑去找那时候行政院的秘书长卓隆泰 很多人不晓得说 诶 卓隆泰 什么时候干秘书长 有 卓隆泰是赖清德的秘书长嘛 大家忘了吗 卓隆泰也是 谢唐廷的秘书长 他干过两次行政院秘书长 很多人不晓得说 诶 是吗 去查一查 我告诉你 陈唐山去找卓隆泰 收口案这个你必须给我办好 卓隆泰拿到了 因为陈唐山那时候是立委 陈唐山立委 八十几岁的时候 你这个一定要给我 卓隆泰说好 然后他就跟经济部问 经济部说这个不行 怎么可以数级既往呢 你知道陈唐山花飙 陈唐山说 卓隆泰你这小子你连我都敢骗 连我都敢骗 卓隆泰有答应你吗 卓隆泰说我去转一下 我怎么去答应你 我又不是主办单位 我平良心讲是这样啊 结果陈唐山各位看 到今天为止喔 这些人 礼拜六 被A谈 礼拜五被 开始被A谈 礼拜五今天礼拜一了 对不对 大家看 陈唐山五十万交保 赵正宜 赵正宜是民进党全力支持 虽然挂五党籍啊 陈吉的六十五票里面 有他的一票啊 民进党所有的 投票或怎么样 赵正宜都完全投民进党 从来没有跟南京 站在一块过 假装五党籍 他是彻彻底底胜利的 我不曉得巴德那些地方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过去有个同班同学啊 大学同班同学啊 在那边 当国民党的那个 好干部啊 有一次邀我去演讲啊 说我们这边 大家都好喜欢你啊 后来我就去了 我坐火车跑去桃园演讲 大家就很那个 我都很怀疑台湾的民意 就变来变去啊 他说不会 董哥我们怎么样 我这同学姓红啊 二马红 他说你看 同学你看 我们这边 大家都是 颜色什么都一样 结果呢 孙大千露显了 陈鞋胜也露显了 联系露显两次 投出一个赵正宜 各位朋友 看门道吧 赵正宜一百万收押 一百万被放走 交保 他的助理被收押 他 助理帮他收钱 各位你要相信台湾的司法 相信党 相信政府 那你不如相信我 你自己有判断嘛 今天这个委员派出他的助理去收钱 这个助理把钱收的时候 被前程跟间 前程拍 拍了以后 助理把钱给他 他带走了 调查局的人员认为说 像这种人 一般不会放办公室 为什么办公室有助理 有一些国会联络人来来往往很危险 所以他一定带回家 也不会放服务处 因为服务处写民来来往往嘛 所以隔了几个月 礼拜五去大搜索在他家 找到那一包 钱还在里面 还没有打开 920万 各位朋友 这是铁证如山 是吗 因为你也被拍到照片 你助理去拿那一包钱 在立法院门口 清理清倒 立法院清倒那个办公室的门口 那是整个委员的研究室 时间地点什么都抓到了 钱也拿到了 然后助理把钱给他 然后现在助理被收押禁建 委员一百万放走 请问法官是谁 大家打听一下 我每天照山山来伺候他 不合理嘛 怎么会合理 你在法官是有问题吗 各位大家想想合理吗 今天这个是罪证切凿的 里面罪证切凿的 而且是助理 怎么是押助理呢 你应该把助理放走 把委员把它收押嘛 在他家 在委员的家里找到钱 各位水比较严重 那为什么要押助理 因为助理出去可能会乱收 我怎么去放走 赵正理这个人 这个委员 对不对 那赵正理出去 不敢讲话 记者问他 一直都赶快钻进车子里面 为什么 因为法官对我放水 我很清楚嘛 那为什么法官 要把我助理押起来 助理可能出去会被讲 会讲话啊 对不对 你怎么帮委员收钱的 所以两个人一定要把他隔绝 隔绝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收押 有一个放走 要不然就两个都收押 可是我们要对赵正理放水啊 你这样看到了 陈唐山 民进党的50万交保 赵正理 胜利的100万交保 那其他人呢 最后会不会搞到最后 只有两个人被收押 一个叫陈超平 一个叫廖国东 两个都国民党 最后是不是会变成这样 今天下午大家看 我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庭不单纯啊 现在很多人讲说 蔡英文在半真来半假 我告诉你 调查局有很多人 他们也有他的想法 因为调查员我也认识很多 调查员有时候看说 我们办这个案子 办成这样 检察官竟然放水 但他记得扁案的时候 两个调查员跳出来骂 检察官你放水 结果这个检察官呢 被骂了不敢抬头起来 他最近升官啊 升到哪里 顾立雄要 从金管会主委调走的时候 把他找来 当金管会副主委啊 各位朋友 一路升官你知道吗 金管会副主委都大你知道吗 政务副主委都大 公务能源最高就是这个等级啊 每个人都升官啊 那时候扁案 检察官跟阿扁的律师 是针锋相对的 阿扁律师是谁 就是顾立雄啊 检察官被顾立雄提拔 你就知道 我们的司法 大家想想看 你会不会觉得大有问题吧 那你今天看到赵正宜 一百万交宝 他的助理竟然被收押 助理只是帮他跑腿的 帮他去收钱的 那助理为什么要收押 因为怕你出去会乱讲话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下来看 我们整个案子办的奇迹乖乖 下午要怎么办 各位朋友 你要看他们很会讲啊 李恒宏 李拜虎一被抓起来 李恒宏跟他的律师就对他讲了 那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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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苏贞卿这两天 被问了 被法官问了 因为检察官要把他押嘛 法官问了 他说这是借款 我告诉你 隔空窜正了 你知道吗 苏贞卿 苏贞卿有钱的要命 你知道吗 他跟李恒宏借两千块 两千万 他们苏家有钱到什么地步 你到屏隆去打听 苏贞卿 我刚查了一下 2019年存款有七千多万 他存款还有七千多万 他跟李恒宏借两千万干嘛 哥你看了好不好笑啊 所以你讲喔 今天变成大家都可以脱罪了 每个人都只要讲 我这是借款 他给我钱 是我跟他借的 我将来会还他 为什么你将来还他 因为被你们法官发现了 被检察官发现了 我就说是借款 各位就来这一套 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看这些人很可恶 就可恶在这里 他们都有一套 思考的模式 他们有非常好的法力人才 然后很多司法人员都在帮他们 所以你到最后你看 这个案子怎么最后是这样 雷声大 疑点会不会大 像今天的疑那么大 不会 我告诉你 很多人就跑掉了 苏贞卿是里面最难看的 你看前阵子 他去告了罗志强 所以怎么 说我去印尼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去印尼不是很奇怪吗 你带着国英世界 不给当地的代表处知道 然后代表处写了公文 来跟经济部警示 但是 说这些人 我们都被 我们都被排除在外 对不对 代表出自己 内文就是这样写 我们是在排除在外 有些人在搞私利 这是他们自己写的 可不是一般人 胡扯八道的 你看苏登卿 苏家 会不会再起来 各位 小董等一下 不要 我是群一齐 因为我刚刚看有人洗版 我在 好 没事没事 好 我们现在都改用 纠客来服务客户 每月只要八百元 就能无上线群发讯息 还支援多人小编 一对一聊天 以前你在非得晚餐的时候 有请辉文哥带过一次版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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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非得晚餐是我们两个主持 我是上半场 他下半场 我们所谓晚餐 其实最主要就是 在半小时 没有 没有 各一个小时 一般晚餐其实是两个小时 除了中午是一个小时 早餐跟晚餐那时候都是两个小时 分成两段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世界走了一圈 虹哥今天要干别的通告了 再去回天母过 然后雨下都在两百元 今天感觉雨都不会贴 值得用一栋更好的房子来收藏 正天母西路 黄西旁 香港P&T国际建筑 58至82平大气落成 你值得住得更好 全阳博越 02-2877-2111 坚持非凡的极致享受 追求卓越的尊容体验 Clearplex 克力S系列隔热纸 航太级奈米陶瓷科技 持久不褪色 无独超高隔热 有效组合 有害光线 超低内反光 保持视野清晰 Clearplex 克力S系列隔热纸 极致工艺 品味不返 有人说董哥去代言抗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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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反对抗泉水 我自己平常不买 是因为不环保 不环保 但是因为你在外面有时候去演讲 或去什么办 人家会给你 你也不好意思不拿 那你是想为了卫生 对对对 很卫生啦 是没错 可是你流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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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水比汽油还贵 当然啦 现在现在 对啊 从来棋子就是这样 对啊 你水大平了就一千公升 对啊 二三十块 汽油也没那么贵啊 三十几块 好 欢回到小董真心话 其实有时候你看这些真心话 你很好笑啊 为什么 各位知道 苏正清原来是民进 他参议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都讲好了 就提名你 可是爆出了一个案子叫陈美案 陈时的陈 美丽的美 周董在节目上讲过 欢迎朋友回去听 我讲苏家我是很清楚的 结果 叶美丽 叶美丽是白文正的二房啊 大家记得白文正 我在节目上讲过啊 那时候马恩九提名张金燕 交通大学前校长 当考试院长 他们就攻击他 说张金燕当校长时候 白文正兼很多钱 所以白文正 就拿到了硕士协位 就买了 白文正很近 就跑去澎湖 跳海自杀 各位不要自杀 1925跟1995一定要记得 但是 那时候大家才发现 白文正既然有个二房啊 有个小老婆 这小老婆是股市四代金叉 股市有四个美女很会操盘 叶美丽其中最有名的 越来叶美丽啊 而且还生一个小孩 那大家才知道 哇白文正 白文正是股 他等于开政建行的老板 所以叶美丽是他手下大将 一向受众用 后来可能日久生情就跟他生了 叶美丽讲 陈美 我买的股票 就是苏贞卿 找我当人头 所以苏贞卿被这样一爆 民进党就不敢提拼他当不文区立委 那他就怎么样 他们就想一个方式 因为苏贞卿是一直要选下一届的屏东县长 大家知道屏东县长 潘梦安这是第二任了嘛 所以潘梦安接下来的话 苏贞卿要去接这个位置 可是新潮流系的钟家宾也很想 那屏东人口一直在减少 过去有三席立委 从这一届开始叶美丽 叶美丽就表示你人口流失嘛 那叶美丽他们三席都是民进党的 怎么办呢 就叫原来三席的苏贞卿说你去当不文区 可是他涉及陈美安 陈美安不提拼他 苏贞卿说那我要回头选 那回头选他跟谁选 跟庄瑞雄 谢系的庄瑞雄过去台北市议员 他跟我也不错啊 那大家想想看 庄瑞雄想说 哇这样打起来不是就要输给民进党 输给国民党吗 那怎么办呢 结果正要怎么办的时候 民进党就想到一个方式 苏贞卿我们不提名你 你用五党级去选 那庄瑞雄就来当不文区 接你原来的位置 就这样啊 那民党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啊 就叫苏贞卿用五党级了 可是蔡英文那时候选总统 就是去年跟今年当选嘛 对不对 跟韩国一选 蔡英文去帮苏贞卿站台 蔡英文讲什么 蔡英文讲 苏贞卿是我们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第一战将 各位我引述哦 苏贞卿是我们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第一战将啊 然后呢 立法院有事的时候 他都是带头向前冲 各位向前冲已经听到了吧 向金钱冲啊 立法院第一战将在占什么 占新台币啊 蔡英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向前冲啊 立法院最敢冲的第一战将啊 对不对 说啊 苏贞卿都是带头再拼 各位看 这次苏贞卿有没有很拼 他身材很魁梧 这次国民党占领 占领义士厅 是不是苏贞卿带头 那些国民党好几个被他打得怎么样 我看像苏贞卿这样的人哦 小董一个要打他 十个大概有 大概有问题啊 打他八个应该没问题啊 因为他很快嘛 很壮嘛 但是 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带头再拼嘛 向前冲嘛 各位你今天看到了 是不是向前冲 是啊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有时候看哦 我们很多公务人员 你很不值得 你知道吗 比如说警察被撞了 21岁 他满着家里偷偷去考警察 他有壮志啊 对不对 我要替社会 出一些力量 我要 除暴安良 这个警察 叫杨廷豪啊 朝廷的廷 英雄豪杰的豪 被17岁的人 无造少年壮了 现在 家务病亡 意识不清 怎么办 我们基层的言情 基层的公务员 大家都在拼 我们这些高层的人 大家都在为钱在拼 你看蔡英文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大家都有一个表率 这个人就是李登辉 就是陈水扁 大家都在表率啊 李登辉到现在 很多人还不敢批评他 国民党还带人去 怎么样 麻烦就怎么样 当然 因为他们政党嘛 过去李登辉当过国民党主席嘛 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这12年的时候 李登辉在搞黑金 把国民党弄得乌烟脏气 民进党每天骂他 黑金教主 当李登辉被国民党 踢出去以后 搞台联开始搞台独 民进党每天歌颂他 是民主 民主先生啊 民进党跟李登辉 同样让人瞧不起啊 鄙视 民党是个垃圾下山烂的党 不用讲啊 大家来讲嘛 同样一个李登辉 他做哪些事情 你最主要看他 当总统时候 对不对 搞两国论 搞台独 就这样看啊 那他离开总统以后 大家看 钓鱼台是日本的 是他讲的 陈水扁 陈水扁讲说 我在 我当总统在八年 是美国 金方在台湾 的代理人 陈水扁说 我是美国金方 在台湾的代理人 他当总统时候 这些人现在 你很高兴 然后呢 钱不甘不敬 各位 我在节目上讲啊 帝保案 你只要想董哥加帝保 皇帝的帝 宝贝的保 前台湾 最高住宅的代表 就叫帝保 对不对 你只要打这四个字 Google也要乎说行 我有一篇文章 在里面写 三重邦 林逸林怎么给钱的 李登辉怎么建卖 中广土地 让人家去盖地保 各位可以看我那篇文章 好多年前就写了 我那边 其实不是在写李登辉 我是在嘲笑 台湾的司法 台湾司法 叫做不要脸 因为我里面写那东西 都是 都是检察官去查的 结果李登辉 没被起诉 收钱了没有被起诉 马航九没有收钱 马航九被起诉 所以你建卖三中 建卖三中 有建卖中广 地保那块地还大吗 有建卖吗 马航九家 或他自己有人收钱吗 各位台湾司法 让人家看不起 就在这里你知道吗 司法就是完全抱着这些利盈 抱着台独的人大腿 然后每天讲 我们司法是独立 不要脸 台湾司法如果有三个字 就叫不要脸 有两个字就叫无耻 各位 你可以来看嘛 铁证如山的东西 今天最让人家看不起 哪一件事情 他葬在五指山的国金公墓 你知道国金公墓 国民革命金 那块碑啊 奖金裸写的 你不管里面葬的是谁 那些人都是热爱中华民国 为国家打仗 有很多人 战功标饼的 他们都是国民革命金 结果呢 李登辉 李登辉 李登辉这辈子没当过兵啊 李登辉只当过日本兵啊 日本少尉啊 他说他的祖国是日本 他替日本人打仗啊 他就这样啊 各位大家忘了吗 那那些国军呢 那些国军呢 很多是跟日本人打过仗的 包括郝伯春 结果他们是仗在一块 你不要羞辱那块土地好不好 欸 我们国民革命金 中华民国国金 等墓葬去葬一个日本金官 然后他每天讲他爱日本 他为日本打仗 为日本跟谁打仗 跟中国打仗 各位你今天看你 你会觉得奇史大陆啊 那块地要被污染啊 吴子山啊 各位我看了这是很悲哀 你知道吗 一个把国家弄成这样 把社会风气弄成这样 把族群弄成这么对立 的人竟然要站在那块土地啊 各位我是非常不平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李东卫这辈子没当过兵啊 小董还当过两年兵啊 我是腰四三拐这一T字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 他哒啦啦的 看得实在是很趣 但是你有时讲这一贪污的人 像陈水扁这样 带着儿子今天 哇像陈水扁这些贪污的人 就在那边 老船长的背影 哎呀我 李东卫过世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 下来该你了吗 不然你在睡什么不着啊 老船长 你过去骂他老蚊蝶你忘了 我就站在下面听啊 我那时候是跑阿扁的记者 这老蚊蝶 现在变老船长了 我跟你讲啊 李东卫死很多人来蹭着他啦 我讲 那我小董骂李东卫已经骂了二十年了 你可以看我过去所有的记录 我其实都懒得讲 他在历史上 一个小丑 在历史上 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不值一提我老实讲 但今天很多人把它尊崇到 包括国民党那些人我就看不下去了 可以不讲话好不好 李东卫把国民党弄成怎么样 你国民党被人家讲黑金 大家讲有道理 那这谁 这李东卫时代啊 联赞 联赞当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在野啊 国民党有什么好黑金了 马航九时代 马航九做过什么黑金了 没有啊 国民党一直被骂黑金 党产很多 都是李东卫时代啊 这是每一个党大家都同意的 民进党也同意 就是 就是那个时代啊 对不对 马航九时代有什么黑金了 没有啊 他一直想赶快把党产丢掉 一直把他丢掉 民进党每天修理他 马航九当党主席 陈水扁还在当总统 民党每天修理他 都是党产 这党产是我当主席 上面传下来的啊 那我要卖 民进党就去威胁商家 你敢买国民党党产 你跟我扁正乳为敌 所以就这样一直偷啊 偷到后面 你怎么卖那么便宜 那我要照市价 没有人要买啊 我买市价 我要卖市价 民进党才帮忙啊 去打压对方啊 你敢买 我们就抄你啊 所以谁最惨 孤仲淫啊 孤仲淫被吴书甥叫去 你敢买国民党的护华 你要死啊 孤仲淫当场哭出来 你知道吗 被吴书甥要挟 你看孤家那时候多可怜啊 过去停扁停到之后 结果被叫去骂 骂到哭你知道吗 现在中华开发的老板 孤仲淫 孤仲淫 孤仲淫的弟弟 孤仲淫给阿扁 三亿四千万的现金 法院判说这是属于阿扁的 不属于贪污 各位你看施法吧 马上回来 孤仲淫 跟我們說就自己拿水起來喝 今天是衝超快 今天是衝超快 挑戰地心引力 減少歲月痕跡 A尾N尾松弛下垂 請坐A尾N尾45度外拉 向上提升 休期短 飛舞自然 超完診所 台北車站捷運M8出口 台北市公園路13號 0800002266 你你來來 進入股市就像踏入果園 選擇正確的股票 就像摘下一顆正確瓜果 香甜可口的果實 造就人生甜美的投資績效 讓擁有近30年專業的洪士哲分析師團隊 從順其萬變的資料中 帶您挑選戰力堅強的股票 賣瓜一定說瓜甜 品嘗甜美投資成果專線 快播 022362 8000 2362 8000 大華國際投顧 102年 盡管投顧薪字 第005號 在靜靜流動的歲月裡 在靜靜流動的歲月裡 無數的人在這塊土地上 留下生命的印記 這不僅成為士林的集體記憶 更匯聚成士林邁向未來的志氣 全揚風味 緊淋水岸 有人說董哥的書帕該亮相了 蛤 有人想要看董哥的手帕 可是今天董哥比較還好沒有流汗 那還是那條啦 這幾條在共用啊 他可能好奇今天是什麼顏色 不會啦 手帕啊 因為我都隨便抓一條 今天下雨比較涼 就比較不會 對 就比較沒有用到 中山北路 SRC鋼谷製鎮 水岸地標 33、50、70坪 全揚工會 4832、3288 全揚建設 我都可以 我這些東西的享受不太高 今天董哥想喝茶 會啊 我早上會喝 會 但我不內行啦 喔 就是喝個氣味 對 但我不內行 但我大概也知道 好 歡迎回到小董真心話 小董有時候講真心話很傷人啊 他講說小董你講話這麼火辣 習永明 習永明是時代力量的主席 上一屆當了四年立委 過去我常罵他 2008年馬航九第一次選舉啊 他跟一個教授出來說周美青偷報紙 我說你是東吳大捷教授 你拿出證據 拿不出證據 後來金恒瑋繼續罵 周美青就告金恒瑋 告贏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所有的記者 包括各台 包括綠色的電視台 都打電話去 說周美青偷報紙 偷了哈佛大學圖書館的報紙 那個館長還活著 那時候記者訪問的時候 館長才七十幾歲 每個記者都訪問到了 館長說沒有啊 周美青表現很優秀 哪有偷報紙 為什麼 因為金恒瑋說 周美青偷報紙 偷圖書館的報紙 館長就寫信給他 叫他把報紙給我還回來 館長說哪有這回事 從來沒有啊 周美青在我們這邊 當公讀生非常勤快 我非常喜歡他們夫妻 因為馬上就在讀博士嘛 周美青就在圖書館打工嘛 但我非常喜歡他們夫妻 很純樸 而且很節儉 為什麼 留學生嘛 所有記者都王 包括立營學生 所以 這個官司一打就贏了 為什麼 只要從電視台 把這個拿出來 給法官看 法官 對不對 人家當事人都這樣講了 結果 許永明也開記者會 我說許永明 你是東福大學教授 你們 你這是什麼學校啊 你是密系跟大學畢業 你們那是什麼學校啊 不敢講話 我那時候做節目喔 在飛碟武川 還有call in 還有人進來聲嚴他 我說你不要臉 一個教授做成這樣 怎麼教學生啊 我講 東福大學跟我也很有感情啊 我講怎麼會有 會到這種地步 結果呢 結果 不曉得怎麼弄一弄 弄到時代力量 然後當了黨主席 會搞太陽花 他要錢要到怎麼囂張 他打電話給對方 欸 錢啊 我的錢呢 怎麼不來 變成錄音 你有時候真的 膽子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 他跟黃國昌囂張久了 我老實講 對不對 黃國昌每天罵人家 中資怎麼樣 結果大同公司 他想去幹讀董 他代表市場派 市場派是被人家撿幾 都是中資欸 那些 你的資金是從 香港跟中國大陸來的欸 過去罵人家說 那些讀董都是門神 結果自己要去當門神 我這些人我都看不起 我老實講 又講一套做一套嘛 習永明每天在講 那些政黨都不清廉怎麼樣 他們政黨最清廉 他前面那個部分區 高路移用是怎麼樣 助理去包政府的工程 哪四百萬 記不記得 後來只好把高路移用把它開除 大家忘了嗎 上一任就這樣了 這一任更嚴重 黨主席涉案 然後他們 他們 的秘書長 挑出來講 因為我們上屆 我們薪水花不出來 所以 所以他就去拿這個錢 是為了要幫 黨 花薪水 你不要好不好笑 你看 這個黨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上一屆的黨主席是黃國昌 不是習永明 習永明收錢的時候是立委 不是主席 各位懂了吧 那上一屆呢 我剛剛還查過啊 各位我們講新聞就是查過嘛 你知道政黨有兩筆補助款 就是你只要得票超過3.5%以上 就有補助款 政黨的補助款是怎麼樣 上一屆 每年 每年喔 上一屆就4年嘛 對不對 時代力量 每年都獲得政府 的補助款 那補助款是多少呢 3,721萬 小總厲害不厲害 我都查出來了 民進黨最多啊 民進黨是2億6854萬 國民黨是1億6404萬 我通通查出來了啊 我們講新聞就是這樣嘛 那這是政黨的補助款 每年 你只要超過3.5% 我正5就補助你 那個人呢 個人補助款 個人補助款 其實對小董 其實對小董來講 我覺得 這些東西都非常可笑 我們都查得出來 時代力量你就是怎麼樣的 時代力量就是 嘴巴講青年 前兆啦 今天不是嗎 今天你看到台灣這些人 很多人就是嘴巴在講這個 就是這樣啊 林佳龍昨天 前天去龜山島 說龜山島開放20多年 結果塞車 在血水塞了50分鐘 他說哎呀怎麼 怎麼是這樣呢 這是 這是爆炸性的什麼什麼 喔 爆物性的爆炸理由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欸 林佳龍上個大塞車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說我們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啊 欸 林佳龍你不是很聰明嗎 你怎麼會被塞了50分鐘 小董講新聞 我一定有所本 一定拿出來嘛 大家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 清楚在哪裡呢 清楚在 小董告訴我們很多朋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嘴巴講一套 那他實際上是有一套啊 習永明喔 上屆當了四年立委對不對 立法院有個團體叫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這個團體喔 是力猶猶的 他是馬航九當選總統以後才成立的 馬航九當選總統 立法院國民黨過半 他們就成立一個這樣組織 然後一堆學者代表說 欸我們很公正 習永明當四年 每一個會期都要打分數 他每個會期半年嘛對不對 他獲得八次最優的立委 最優的立委啊 錢哪最少啊是不是 公督王給他出來道歉啊 每天哇 我幫這個打分數 幫那個打分數 你知道蘇振青 八個會期有三個會期哪 最優立委啊 蘇振青欸 他哪兩千萬啊 趙正宜呢 八個會期 第一個會期跟第二個會期 都哪最優立委啊 這是公督王打出來的成績呢 你會相信嗎 各位小董喔 我講新聞就是講新聞 對不對 我擠出來的東西 大家都查得到 但是很多人 你要不要去查而已嘛 我剛來的時候看到 台船 台船過去是中船啊 我過去跑過中船喔 跑國營師欸 那中船最主要當然是高雄跟基隆 那他在台北的 台北的總部在哪裡 在八德路 台四旁邊啊 我有時候繞過那裡 我就上去跟他們聊聊天 問看最近怎麼樣 那當然他不是非常重要的路線 我剛剛看台船發了一個新聞稿啊 我們董事長鄭志榮 我們喔 領基本工資 因為我們最近不賺錢 好好笑你知道嗎 為什麼好好笑 會發這個新聞喔 我就去問了一下 原來啊 鄭志榮當台船的董事長 就表示說 台船沒有賺錢喔 我們所有高幹都減薪 找五十個高幹啊 因為他董事長嘛 總經理副總經理 各級的找到大家都減薪 然後減了以後 說我們只領基本工資 多少 兩萬三千八百塊 結果喊減薪 減了以後 七年又把減的薪通通領走了 七年年底 所以他今天才會發這個新聞稿啊 因為人家公會說 你們把錢都領走 你們那時候講漂亮喊減薪 各位朋友 說一套是一套 有時候在政界 有時候你看就是這樣 但是 我在講新聞 我講喔 我們很多很多東西 大家 就事論事嘛 就好像李登輝死了 大家不敢講 李登輝什麼都可以葬在國金 釋放公墓 那是國民革命金在葬了 李登輝最好的歸屬 兩個地方 日本進國神社 要不然就把它葬到釣魚台 對不對 因為你是日本人啊 你從頭到尾都是日本人 你也只當過日本的金官啊 我有時候講 很多人就 說欸講這樣好嗎 那有什麼不好 所以 死人 我也知道死人 我不出惡言 我不講那些非常惡劣的言 但是我講 這 那 就是 你今天還要去澱入一塊 國金最神聖的 釋放公墓 五指山墓延區嗎 我覺得很悲哀啊 沒有人要講啊 那是一塊很神聖的地方 長民在這裡的忠寧 我們忠寧 我們過去跟日本人對幹 結果一個日本的稍衛軍官 站在我們更高的地方 這不是對我們最大的侮辱嗎 各位你想想有沒有這個道理 你都會到死都認為他日本人 這 沒有道理吧 今天謝謝收聽